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门讲这个事 那今天要讨论这个事就是社会传染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词的时候 你大概有没有一些什么印象 但是在这里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最近dailywire有一个研究型的文章 然后他在这个文章里面呢 就是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 然后又经过一些医学专家的总结 他就总结出来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他说的是什么呢 是说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短视频 就是有一种病叫妥瑞士症 就是有一些平少年呢 就是会不自觉的抽搐吧 身体抽搐 然后那个眼睛也会就是挤眉弄眼的 然后会发出一些很奇怪的声音 没有办法控制的这样的声音 你有看过那样视频吗 我没看过那样视频 我没有看我没有抖音 我也没有抖音啊 但是我认为是那样的人 就是他真的是没办法控制自己的那一种 是哦 对他就是会这样子一下之类的 但是那个好像我不知道你说那个人是不是属于妥瑞士症 他妥瑞士症好像比你形容的那种要更加严重一些 就会一直一直这样 就讲讲话就这样 然后又抽啊又怎么样 发出一些怪声音 那这种视频呢 其实从2020年 就是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 大家不都在家吗 孩子也不上学了 这样的影片就在抖音上面开始爆红 然后在这个影片爆红了之后呢 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就是医生就突然开始接诊了成千上万的青少年 有突发性的爆发性的这种抽搐 但是这些孩子呢 到了医生那里去经过检查之后 他们发现这些青少年其实并没有患有任何的疾病 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妥瑞士症或者是类似的其他抽出性的疾病 到最后呢 医生就认为是怎么样的 说这些孩子为什么突然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是因为与抖音上面流行的这种视频有关 青少年呢 看到这种视频 他就开始模仿 结果模仿了之后呢 他就会比如说像抖音上面有的人是 经常重复某些词 他们就会开始从这个学习就开始重复这些词 或者是有一些抽动的动作 他们就开始学习模仿类似于那样的动作 比如说有的会这样垂胸啊 或者是面部抽疏啊等等等等的 那这样疾病的视频呢 已经目前为止在抖音上面已经被观看了77亿次了 那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 儿科运动障碍诊所的患者数量超级增加 导致呢 等待看诊的时间 从三个月延长到了一年 也就是说你认为你有这个毛病想去看医生 你得等一年以后才看上医生啊 这种的话 医生就把它归结成是 属于是社会上面一种社会传染的现象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发现有一种什么行为 什么现象会被社会传染呢 就是加拿大的一个团队还发现了说 抖音不光它有这个抽动症的影响了很多的这个青少年 而且在里面这个跨性别的这个身份 也影响了很多人 就因为网络上面这样东西的爆红 那在35名青少年的样本中间 有43%这些抽动的患者 他们还自己认为自己是变性人 或者是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 或者是反正就是在性别方面有很多的疑问吧 那纽约时报呢 针对这个也采访了很多其他的精神学家 那精神学家也注意到说 他们手中的患者都有类似的趋势 就是都是被网络被抖音看了之后影响了 然后产生出了各种各样的病症 有人觉得说我是LGBTQ的一群人 有的人认为说我就是抽动症等等等等的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这样被社会影响出来产生的一个疾病 那到后来更有意思一件事 就是有的青少年接受了采访 他们就表示说什么呢 当他们停止观看抖音之后 他们的这个症状就消失了 其实真的是有这个样子的情形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 我就知道就是有一些病 就突然就是会班上很多人全部都开始有 或者是自己说他们有 像说过动儿 我妈小时候带我去检查 然后说我是过动儿 隔一天就有人说什么 我发现我也是过动儿 就是在大家知道你是过动儿之后 然后过了几天同学都接二连三的说 我也是过动儿 我也是过动儿 就变成这样 对对对 然后不只是过动儿这个东西 还有很多其他的病 就是好像学一个有病的人 然后当一个有病的人 是很酷的一件事情 或者是好像是很坚强的一件事情 反正在学校里面 就是会有很多这种疾病无缘无故的 特别是心理疾病 无缘无故的传染那种感觉 对像我们刚开始上初中的时候 很多同学眼睛就不好 然后就开始戴眼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是不是每个班的学生都是这样 因为我跟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 然后就是我们同龄人的差不多这种 然后大家都有过这种经历 就是刚开始只有几个人戴眼镜 然后后来大家全说 我近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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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每个人都开始配戴眼镜 对 然后我当时上初中的时候 我还记得说我们班陆续的同学 都戴起眼镜来 比如说一个周末过去了之后 礼拜一再来上学 你就发现好几个人也戴上眼镜了 然后我就说 这是怎么回事 就很羡慕 就很羡慕那些戴眼镜的人 我也想戴眼镜 我那个时候也想戴眼镜 然后我想说我好想戴眼镜 当时我同桌那个女生 她也很想戴眼镜 然后我们就说看看看 谁那个戴眼镜 然后她也近视了 然后谁谁 然后她戴那个眼镜好好看 她也近视了 等等等等的 结果又过来一个周末回来 我同桌也戴上眼镜了 哎呀 我说你怎么也戴眼镜了 她说我近视了 那这让我想到就是 以前我有一个同学 他那个每次跟别人讲话的时候 他扎眼镜就会特别用力 就这样 然后我们就会笑他 然后我在班上就是那种 召集一堆人一起去笑一个人 我以前就是一个bully的那种人 怎么那么坏啊你 还没姓主啊 对不对 没姓主的男生应该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没有一个 manliness of Christ 在我里面的时候 也没什么同情形的那感觉 那好笑啊 反正呢 我就会去学他 然后我就会每次看到他就说 哎哎晨阳啊 然后就是跟他讲话的时候 就一定会这个样子做 然后呢我们就会就说 oh I'm Chen Yang 然后老师就看到我 然后就觉得 我就是很讨厌那种 那老师越讨厌我 然后我就越爱做 直到有一天 妈就跟我讲说 你眼睛怎么了 对 他说你你眼睛没事吧 然后我就怎么了 就后来我才发现 大概是那段时间 因为可能就是一直学他的关系 然后我眨眼睛也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很用力这样子啊 你学人学多了 陈阳啊 如果你现在在看我们的这个节目 赶紧跟人家道歉呢 对不起 所以呢 就我们看到说 那当事去学习 别人这样的行为当事不好 然后可能也会给当事人带来很多的伤害 但是我们其实看到 就是现在 不管是 就小孩子是好奇的嘛 那个时候 我也是十几岁 就青春期 大概这个时候 你也是吧 十几岁的这个年纪 小孩子会去学习一些很奇特的东西 那目前为止 在网络上能够看到 就是当然是以TikTok 就是抖音为主的这种短视频 让他们看来 他们会觉得说 好像看起来比较独特 然后可以被模仿的东西 就是会让我这个人脱颖而出 因为我跟别人会不一样的这样的东西 一个就是 像我们今天看到 社会传染的这样的行为 会导致的结果 一个就是小孩说自己有病 对吧 他就会模仿那种脱锐势症 他就学习那个抽数 结果学习时间长了之后 他自己就是这样的问题 但是其实 他们真的被带去医院看的时候 医生诊断说 他没有脱锐势症 那脱锐势症是有相当一部分的比例 是遗传的 这些孩子经过检查之后 没有任何的抽动症 他哪种抽动症他都不属于 然后后来就说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医生内部都知道了 这就是一种社会传染的问题 但他们不太敢这样讲出来 那尤其像对LGBTQ这种 更是 为什么人数暴涨啊 你想想有了网络之后 跟没有网络之前 没有网络之前 你这种事基本上没太有听说过 有了网络之后 他们现在这种东西 被塑造成一个很好的 是你可以学习的 这样一个楷模 对吧 或许现在的孩子 他们已经不学别人去戴眼镜了 也不学别人济湿眼了 不学别人等等等等这些 但是他们去学这些东西 但是这些孩子有一个 比较共同点 诊断了之后就发现 他们其实没有这些 他们自己说的问题 但是他们的确都有心理 比如说有双向情感障碍 这个比较偏激的那种心理疾病 或者是一些忧郁症等等的 他们是有这方面的疾病 那这种坏的行为会被传染 那好的行为 也同样的会被传染 你不用讲好的行为啦 好的心情都会传染 如果你跟一个 对 对对对 你跟一个很快乐的人在一起的话 你同样也会变得很快乐 你跟一个很健谈的人在一起的话 你就会讲更多的话 你跟一个很爱吃的人在一起的话 你吃的也特别多 而且还吃的特别香 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对对对 你说这个的确是 就之前我跟我妈妈在一起嘛 然后我想试着给她传福音 那段时间我也是 的确就是每一天都特别高兴 就很喜乐 那个时候 然后我就 不管我们两个去哪 不管我干嘛 我都说感谢赞美主 然后他也说 我说之后他也说感谢赞美主 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 就待得特别开心 特别快乐 去超市买个菜 感谢赞美主 不管干嘛都感谢赞美主 这一天不知道这句话 说多少遍 然后我们两个就超级开心无比 的确是会影响人的 好的心情 或者是积极向上的语言 等等等等的 所以说我们要传达 好的这个行为出来 就像说 我这个讲过好几次 然后那个你也说什么 我这辈子没做过好事 所以说我一直重复这个 对啊 因为你这个例子 实在是每一次一举 你好人好事的例子 你都光讲这一件事 就让我很怀疑 你是不是没看过别的好事 我影响我女儿啦 但是就像影响别人的话 影响女人的话 是我刻意去教导嘛 那影响别人的话 就是我去那个超市里面 那个推车 那你讲讲吧 对就是每一次呢 我在超市里面 我一定把那个推车 推回去那个门口 不然就是推到那个 专门放推车的那个地方 那我看到很多的人 拿那个推车 就是把东西放到车上之后 就一脚一踩 然后卡 就放到那个草地上面 然后等着那些人来收 那对我来讲 这个就是一个 造成别人不方便 而且会撞到别人车子的 一个行为 那我很讨厌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就决定说 我一定要把 我的这个推车放回去 然后就有一次 我就把这个推车 我就在 就是放完东西了之后 我身上还背着小孩 就要把这个车推回去 刚好那边就是有一对情侣 然后呢 这个男的 就是正要把这个车子 就是放到那个草地上面 然后那个女的一看我 就是背着小孩 然后还要去还推车 那女的就马上就这样子 去还回去 然后那个人就 那个男的就乖乖的 就是把那个车子 传回去了 所以说好的行为 是会传染的 别人看到了之后 他会跟着你一起去做的 你不用说行为啦 你就连房间就好了 你的房间如果很干净的话 别人来你房间 他就是会 他这个这样这么干净 那我不要去弄 我不要把它弄乱 这个这样画到了 这个刚打撒了 我赶快擦什么什么什么的 但如果你房间很乱的话 他看到你垃圾都丢那边 那他也不要丢那个地方 他看到你那个杯子 那些东西没有收 他喝完东西 就放在那个地方 所以说好的行为 是会传染的 然后坏的行为 也是会传染的 这样看来 就是我们可以传播好的品格 对吧 就比如说像 现在青少年 很多看这种什么抖音啊 他们在上面学了 一堆乱七八糟的 坏毛病坏习惯 然后好像给自己搞了一身病 结果自己就是 正常的健康的不得了 对吧 所以就是我们要怎么 去抵御这些东西 第一个 能不能不让小孩 看这种东西 我觉得这种东西 真的是浪费时间 浪费精力 然后每一天在上面 乌烟瘴气的东西 都一大堆 你说以前 最怕孩子谈恋爱 就是像我这个年纪 去上学的时候 假如说不能早恋呢 学校说不能早恋 对吧 那时候最怕孩子谈恋爱 现在已经不是 最怕孩子谈恋爱了 现在孩子说 我谈恋爱了 第一件事你要问 男的女的 就已经变成这样了 所以我们能不能 想一个什么办法 就是不让孩子 去看那些东西 或者是尽量少看 等等等等 想出一种方法 去控制一下 那第二种就是说 我们的确可以传播 好的品格 以及好的价值观 对吧 就是我们还是 虽然在孩子长大了之后 上学了之后 他在家庭里面 待的时间有限 但是毕竟他每天都回家 毕竟爸爸妈妈 还是他的监护人 毕竟他每天是 看着爸爸妈妈的样式 去长大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 在家里面 也做到去传播 好的品格 以及好的价值观 这个东西 并不是说 我在教会里面 我就表现得 特别像基督徒 我在教会里面 我就哎呀你好啊 怎么怎么样 回了家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还是说 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让别人说 我是一个很好的员工 我是一个好老板 我是一个好上司 然后大家都喜欢我 结果一回家了之后 是吧 回家那个对老婆 也不一样了 对孩子也不一样了 我们要让小孩看到 他认为说 你们怎么是两面人呢 家长怎么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是要 时时刻刻的 要有好的品格 以及好的价值观 把这些东西都给孩子 所以就是说 坏的东西可以传染 我们当然就可以 传播好的东西 尤其是自己的小孩 以及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都可以去影响 这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要把好的东西 传给你的小孩的时候 其实就在你生活当中 不是你说要刻意去做 就是你本身 你做一个好人的话 你小孩看到你的这个行为 他就会去学 就像说上厕所 要训练小孩上厕所一样 他们要 小孩要学上厕所的时候 你基本上 你就是在他面前上厕所 那种感觉 就是你要坐在马桶上面 哦是吗 哦你要一步一步演示给他们看 像我的二女儿学上马桶上得很快 因为她天天看姐姐在那边上 哦因为她看多了 她就明白说那个步骤是什么 所以说这种好的东西 好的习惯是一定要传染的 然后一定要去把它发扬光大的 很多人说 我们做好事不要给别人看到 做好事如果给别人看到的话 其实有时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影响力的 不要觉得说我为了不让别人看到我做好事 所以我就什么好事都不做 这样想法是很不OK的 例如像说敬拜赞美 我们教会的Paul长老 他每次一敬拜的时候 跳啊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感染 做好事情一定是会去传染 就跟做坏事一样 然后就跟坏的这些行为一样 那我们当基督徒就是随时随地要传播好的事情 我们昨天跟张伯利牧师 谈了几个小时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我觉得他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生观 我们人生我们基督徒只要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荣耀神 一个是建造人 如果这两件事情都没有做到的话 那我们就不要做 我们永远都要把我们最好的一面这样传达出去 我们永远都要做一个基督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一个代表 不要觉得有懒惰的想法 说什么我们什么都不要做 神给我给我们一切 然后遇到什么事情 就是说我们都不要理他 OK神为我们摆这个宴席 我们就在那边祷告就好了 这样子的想法其实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所以说我们就不要去做 我有一个朋友 一对夫妻就是吵架 老公不是基督徒 然后老婆是基督徒 老公就是跟这个老婆讲说 你们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 遇到了事情才祷告 我们虽然没有任何宗教 但是我们随时都可以去算命 然后我们随时都在算 我们随时都在这个东西 你那个什么灵 我们的这些灵比你们基督好多了 这个就是很糟糕的一个传播了 就表示这个女生 她平常就是这个样子的基督徒 所以在她老公的眼里 这样子就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感染 对 你就是哪怕是这些没信主的人 对吧 大家都长眼睛了 都看到了 就是她老公为什么会讲出这种话来 就是说你看你们基督徒 不就有事了才祷告吗 没事也没怎么样 也没看你是基督徒啊 这就证明啥 就是这个女生 她的确就像她老公讲的那样 就是有事了才找耶稣 没事了就耶稣是谁 家里人看最清楚了 你不要说我敬钱我爱主啊 我每个礼拜都去教会聚会 你家里人看到不是这样 你家里人看到你爱主的方式 就是你有事了才找她 你没事连你理都不理她 没有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 你每天有读经吗 有祷告吗 你有真的把耶稣活在你生命里吗 哪怕你老公不信主是不是 你不管发生什么事 说哎老公啊你知道吗 圣经里面是这样讲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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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时候的确是 我们自己身上有问题 就像之前 我们频道下面有观众跟我们留言 就是你们想的太美了 你们那个以为基督徒都那么好吗 你们那个说想要号召起来 大家一起做事 那是非常好的基督徒啊 他们才能做到啊 但是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是这样 yeah 是是 maybe 或许吧 但是这也不是说气馁的借口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还是要继续不断的鼓励他们可以起来 我们不要说那个经常说一些很负面的话 因为我们要明白我们要的结局是什么 或者我们要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是希望这些人能够被建造起来 对不对 你如果要是老用负面的话语去说他 那他真的就被抛弃了 他真的就被建造不起来了 那这个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虽然目前为止看来就是需要被建造起来人很多 没关系 这不合场吗 这不找着事干了吗 这总比没事干强啊 好多人还说就出去找合场 去这去那的不用 其实合场就在我们身边 因为我们教会里的弟兄姐妹需要关怀 需要大家一起起来被建造 我们教会里面的青少年需要被教导 我们的儿童主义学需要被教导 所以这些合场就自己教会里的事儿 就干都干不完 那一大堆的活儿 所以大家一起加油 回到今天这个一开始这个主题 就是年轻人开始在那边做这些东西 我们想说就是我们其实跟年轻人一样 我们也是很容易被影响的 这就是一个sheep mentality 一个羊群的一个这个东西 那个羊群很容易就是跟着 一堆羊跟着走 然后前面那个羊 他其实如果不知道去哪里的话 那你就完蛋了 所以羊一定要跟着牧羊人走 那我们的牧羊人就是耶稣 所以说我们当基督徒的 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要 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 然后跟着耶稣走 就是照着圣经走 照着圣经生活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亲自的守护自己的价值观 守护我们小孩的价值观 这种东西影响力是非常非常深 而且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一起努力 所以我们可以做好的品格的传播者 我们可以做好的价值观的传播者 我们可以做爱的传播者 我们可以不做那些抖音上面的传播者 对吧 好那大家一起来加油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要是在你的人生经历中 或者你有曾经看见过什么 类似于像社会传染的这种病例 或者是这种现象 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或者你要想说 你有没有决定说 我从今天开始 我在看着这期节目开始 我从此刻开始 我就要传播好的价值观 我就要传播好的耶稣基督的品格 我不要传播这些社交媒体传染的疾病 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下面跟我们留言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特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